如果有两个声号,声F跟C,如果有四个声号,F,C,G,D, 他就告诉你,如果有几个声号,要声拿几个音,就是靠这个来背。 声F跟C,两个声号,那两个声号写在哪里? 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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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 对,所以如果要,比如说五个声号,要声哪五个音啊? 发动F,C,G,D,A, 严格来说应该是F,C,G,D,A, 这个是背,是靠你背,但是练完以后就变成F,C,G,D,A, 我就是按这个课去数一就是F,二就是F,三就是有F,C,G,D,A, 如果是七个的话,就F,C,G,D,A, 对,就是固定的,但是为了背这个东西,他就出来这个发动, 有说为拉米西去背,这个是说如果有几个声号,要声什么? 反过来另外一个口诀,我喜欢用这个口诀,因为我们不是谈的, 如果说这个歌见到有三个声号,它是什么调? 这个是声什么音而已,但是没有告诉什么调啊, 它说声三个音是声法朵说,但是法朵说是什么调呢? A, please, go, go, go down and eat breakfast,来背, 这是另外一种词 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有几个声号,它是什么调,去判断什么调的口诀, 就是说如果有三个声号,那是go down and,那是A调, 但是如果一般来说,你看到这个歌,有几个声号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口诀去判断它是什么调,但是你要,如果三个声号, 你判断它,它就是A调,但是这个A调要拿三个音要声, 就是用这个来判断,fcg,这两个口诀你都要知道, ok,见到一首歌,前面有几个声号,如果有,简单一点来, 有两个声号,它什么调?d,为什么d, 你就被这个勾搭,两个声号就低了,低好了, 但这些两个声号,要伸来两个音,fc, 就用这个口诀来判断了, 但是基本上你会一个,你就不是另外一个,尤其是你会头一个, 你就另外一个很自然,你就会知道了, 他自然,但是我不自然, 但他们零基础的人觉得很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对我们来说更好,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谈那个音,不是谈具体声,声将来的音, 但是这个也要,这其实两个都要, 不是说, 要谈的人一定要知道第一个音, 对啊,但是谈和弦的话要知道这个, 我觉得, 那个声的话,为什么它不是按那个音名的训续去写, 就是按这个, 这个, 口诀还是那个, 口诀, 刚才不是说吗,就是一个声, 如果一个声,一个声记号,就一定是声发,f, 这两个不是一件事,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这个很奇怪, 音乐不是千变万话, 因为音乐不是千变万话, 音乐是, 当你谱曲的时候, 因为千变万话, 月里是死的, 对不对, 这些规定, 规矩是死的, 有时候为什么这样, 我们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 一定剩下两个, 但是他死的, 这是得死记的, 当你作曲之后, 就是千变万话了, 嗯, 懂吗, 明白这两个, 口诀的差别吗, 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一定要搞清楚, 最后也会有三观的, 因为你看到, go down and eat that, 他是喜欢的, 对, 有没有哪有问题的, 就要解释, 第一个口诀, 什么时候会用, 因为口诀就是, 谈行的人一定会用, 比如说, 给你一首歌, 哎呦, 天哪, 三个声号, 那是, 要三个声记号, 那是, 是在琴上面, 哪三个要声啊, FCG, 然后是, FCG, 所以你平常谈的人, 你一定要知道的, 对吧, 再极端一点, 五个声号, 拿什么调, 什么调, 五个声号, B, 但剩哪五个音, FCGDA, 对, FCGDA, 对, 一个是告诉你, 拍了什么调, 然后再判断, 好比说, 你在你的教材里面, 你的绿本里面, 你打开99.6, 这首歌, 讨考大家了, 99页, 99.6, 你的绿本, 敬拜歌, 这歌叫什么名字啊, 每天的祷告, 每天的祷告, 请问你, 他有几个声号啊, 五个, 五个声号, 你谈的人, 你哪知道, 这首歌里面, 哪五个要声啊, B, 有哪几个要声啊, 哪几个要声啊, 哪几个音要声啊, 哪几个音要声啊, FADO SO RE LA, FADO SO RE LA, 然后你去判断他怎么调, FADO SO RE LA, 知道他又剩下五个音, FADO SO RE LA, 但是怎么调呢, FADO SO RE LA, CELLO SO RE 我心懷念 那豬聽起來像什麼呢 我明明他第一個音是 F聲 但聽起來就不是個F 聽起來就不是發 聽起來什麼 哦 因為是F聲 對 所以他就表示他這首歌是一個B大調的歌 那他第一個音是F聲 F聲在B大調裡面 其實是 是so 唱的是so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 唱語跟彈的音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不一樣 簡譜那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人他們都是 習慣了簡譜以後 反正覺得不會無線譜也無所謂 很多人是這麼想 但是呢 你不會無線譜 似乎是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想要學彈的話 而且你也想要晉升你自己 不是只是 只限於懂功 簡譜就算數了 特別是你想要 越彈越好聽唱越好聽的歌的時候 那是不夠的 絕對不夠的 所以回到這個B調的歌 一般很少講到B調的歌 B調的話 他就是 它有一个写出来的Dore,Solar,C的话,B,C,D,E,F,G,P,Sharp 它就是拿五个声号码,Fa,Do,Sor,Re,La,都要上 B就是五个声号码,上哪五个,发,Do,Sor,Re,La,都要上 然后,刚才说的第一个音是F,Sharp,F但是要弹F,Sharp Sor,Fa,Me,Re,B 就这样 你看音是第一个音是F,要弹F,Sharp,唱者是唱,Sor Sor 它是B调,B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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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Sor,Fa,Me,Re,Mi,听起来是这样 唱的是Sor,Fa,Me,Re,Mi 对,唱起来就是Sor的音,如果用简谱唱,就是Sor,Fa,或手调唱音法 Sor,Fa,Me,Re,Mi 实际上在琴上面不是弹手,弹的就是Sor,Fa 我以为是一个415,所以它的对应应只是唱你,是什么 不是,比如说这个,这个是口诀,它用口诀发的Sor,E,Mi,C 然后其实它应该对应是,这个是C调的对应法,OK 其实Fa就是,你可以背F,C,G,D,A,B,E,B都可以 但是它口诀不是说这个就唱这个 所以每个音跟每个调它的唱是不一样的音 对,什么调,它那个音就唱D,G调,G唱D 然后你顺着摆下去,然后你顺着摆下去,然后逼掉,第一唱D 逼的就是抖音,然后摆下去 就是唱名跟音名是两码事 对,那谈,谈是跟音名比较close 谈跟唱名是完全是两码事 好,你们有答案,G,D,谈谈 回到刚才这个32页 所以刚才32页就是讲,G调 G调的话一个生,生什么呢? 生F,就这首歌里面,G大调里面所有的F都要生 那D大调是生什么呢? F跟D,对不对? 口诀就是F跟D 所以在D大调里面所有的F跟D都要生 那D大调呢?三个生号 生哪三个? F Do So 所以A大调里面所有的F,所有的Do,所有的So都要生 F Do So就是F,C跟G 那A大调呢? F Do So Ray就是F F Do So Ray 对,在这首歌里面所有的F Do So Ray都要生 就在五线谱上面的F Do So Ray都要生 B大调呢?就是F Do So Ray F Do So Ray 这个就是快速就是说对于你们谈的人 就是你就不用再去想什么全全半全全全半了 不用再去想 全全半全全全半它是一个告诉你 就是它大调是怎么形成的 知道就好 但是对于你谈的人 我可没什么时间来想什么全全半全全全半 我在教会里面人家给你一首歌你就要马上去谈啊 谁来等你啊?还全全半啦 对不对? 所以我要快速的知道就是说 他给我一首歌 几个声号几个降号 我马上能够弹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这些就是运用你所知道的东西 那刚刚讲的声号是这样 那降号是怎么一回事呢? 33页降号 降号的口诀是这个声号的相反 所以声号的话是发走所有大米西 降号就是西米拉里收走发 这都是死贝的东西 根本不用去那个 你只要把这个死贝 你谈的人一定要把这个死贝 这是最快速的 想要谈情的话 那死贝的话 海音口诀就是前面这样走过的范图 如果这个我的口诀的话 就没有很好的方式 这个是声号的 降号的话 我都是有时候反过来背而已 我都没有很好的口诀 但是有人说一个口诀就是 Fat bear eat a dog 一个降号就是 Fat bear eat a dog 一个降号 一个降号 这个F大调 但是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这个都是 帐号 只有F 一个 就是E 我把它插掉这边 如果帐号的话 一个帐号 就是 F调 两个帐号 也是B 三个帐号 E 四个帐号 A flat D flat G flat 然后口诀就是 Fat bear eat a dog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但是对于 大师兄没有用 因为你突然间 五个降号 你只知道 降五个 降西米拉里说 但是它什么调呢 你降西米拉里多 你可以谈了 但是什么调呢 后来这里可以数 就是 D flat 一个五降号的话 接口就是 去判断什么调 D flat 就是牺牲嘛 对不对 一样 所以 你今天回去 每一个大调 你要弹三十遍 在琴上面 为什么呢 要知道它的位置 为什么要你弹三十遍 就是因为 因为你要在每一 比如说你 从这个D大调看 刚刚讲的 G大调 然后 然后呢 就弹三十遍 然后D大调 然后A大调 就是你要把它认清楚 每一个调 在琴上面的位置 然后就是F大调 比如说其他的调都要 我会把视频都发给你们 每一个调 它在琴上面的位置在哪里 每一个调的琴的位置 还有就是同学们有问说 那他的执法是什么 因为有一些调 他的执法 有点 转不过去 要转回来 转不过去 有一些调比较麻烦 对 然后我发了一个图片 不知道对不对 他发了一个图片给你们 他发了一个图片给你们 看到了 看到了 你先看这个图片 我解释一下这个 那米娅有问题 那米娅有问题 就是他的那个 升号调 跟降号调的区别在哪里 不同调 不同调 他拍到不同调 如果一个1调 一定是升号 四个升号 他不可能是 他为什么把这个分成这两个 那里来说 这没道理 就没了解释 就是创造音乐的当时是 历史的这样子 就像刚才赵群说的 到底这是谁发明的这个 那种乐 乐理是谁发明的 就像键牌也是 打字的键牌 对啊 就是搞成这样子 对啊 他有他的原理 都不会去 OK 你那个看那个图 那个发微信里面 那个头 读 执法 他就说 你看微信 你看微信那个照片 你看微信那个照片 C major很简单 手指123 123 12345 就是 就是 CD123 然后 F的时候 你就要转到 E指去12345 你明白了 OK C大调 你看那个 他写123 12345 对不对 他手机就说 C的时候 E 1子 22子 3子 第四个 1的时候 F的时候 要跳回来 E子 然后2 345 OK 很多都是123 12345 但是另外 E major 就不一样了 F major F major 有时候 123 123 4 E major E major 就是 1 2 3 4 然后 123 4 123 123 123 4 我会把视频 对 但是这个是 手机 什么时候转 有时候 123 然后就转到12345 有时候 1234 123 有些 21 23 对 执法会有点 所以需要把视频 发给你 帮助你快速 四面四面就发 你用 这个是说 这个 用完的方式更好 他这个方式很好 他说 这个拿好我们前面有 所以你不要用这个 你感觉这个 快速的判别 判断他什么 他在书里面写高音笔 但是低音也是一样的 他只是用这个来这样写 但是其实上高音低音一样 对 你最好是两个手都念 对 他要指练右手 对 他要指练右手 对 基本上今天的课是讲到这里 还要讲到34页吗 不用了 不用了 但是那个 八雅后门毕里 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 对 对 对 然后有些人就问说 那老实话 这么多大料 我怎么记下来 我不指望你每个都那么的熟 但是呢 升号的三个 降号的头三个 总共六个 在这堂 这个十六堂课完毕的时候 你最起码这六个 你要非常的熟练 最起码这六个 尽量 就这六个 敬拜歌里面 常常用的就这六个 有一个 最前两页的各前三个 对 对 对 先把这六个 先把它抓下来 最重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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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